我們今次會繼續操練法揚神屬性廣道法 上一次我們曾經有不同次數 上一次我們查過經文 我們首先講一點 當我們想宣講的信息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首先心被神震撼 神的一臉震撼 然後我們先能力震撼人 我們一起讀一讀那些字 紅色那些 想到神的奇妙而被震撼 神這麼好 我們就被神的恩典 祂的大能震撼 祂的愛震撼 留意自己經歷和思想神作為時的感動 就是當我們經歷到神的作為的時候 或者想回神作為的那種震撼 神這樣在我心中做功 那你的心裡面就 就是心裡面存有一個感謝的心 然後就是分享的時候 將這種感動表達出來 就是說當你說的時候 都表達出這種的感動 有時候有些人就以為 我們分享信息的時候 不要帶有感情 我以前讀神學的時候 就是這樣教導的 不要善情 因為有些中派 他們就會覺得 單是一個理性的信息 譬如他們就說 他們反對這個奇妙恩典的首歌 我說有什麼錯呢 他說就是善情 就是說 好像煽動人的感情一樣 其實神都 又很歡喜地被聖靈感動 就拿一些鍾樹枝一邊歡迎他 又在路上放些衣服 一邊呼喊 我生了我生了 奉主明來 是已經當清重的 哇 就很興奮了 其實在聖經裡面都記載不同的時候 他們都帶著一種興奮的 其實神的生物裡面 因為我們全人 全人包括靈、雲、體 不只是思想 不只是言語 而是感情都表露出來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一會兒我們操練分享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被神的恩典震撼 於是就分享出來 然後有感情地分享 才能夠容易影響人的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信息有個人的分享 即是說我們講的時候 一會兒我們講的經文 是上一次講過的 但我們這次用大綱的方式 上一次講過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過 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神的背後的恩典 希望大家記得 上禮拜我們已經一起查過 希望大家記得 然後我們怎樣用大綱的方式表達出來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讀 分享自己或別人相關的經歷 不是單講道理 有感染力能激勵人 也讓人感受如何會出真理 就是當我們分享 即是我們講這個信息的時候 都分享自己或某些人相關的經歷 即是有些人他們有類似的經歷 譬如說我經歷到神為我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的 神的特別的恩典 當你這樣分享的時候 或者你自己本人 或者別人有什麼經歷 就不是只是講一些道理出來 而將它能夠活生生地講出來 那就能夠有感染力激勵人 所以大家看這個經文 都想一下 我有什麼實際可以經歷到的 而且這個東西很重要就是我們記憶 我自己經常記住 神做的工作 譬如說我當我差不多撞車那次 其實不止一次 即是差不多死一次 那個車在高速公路上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迫 看不到 因為當時是沒有落雪的 在外國的 車忽然轉得很快 接著就轉了一條路線 轉了第二條路線 轉了第三條路線 然後就跟著大貨車 立即衝過來 即是我都想如果我稍微 遲一點點 已經被貨車撞到 這個真是神好奇妙的作為 我自己想回的時候 即是我會記憶回 即是當時我真的呆了一呆 我太太那時候她睡了覺 忽然說 咦 做什麼事 接著大貨車衝過來 即是有時有些事發生 還有那次我以為真的要上天堂 因為那車在我前面沒有多遠 然後我說 神啊 我都不知道這麼快要來 怎知道那車不知有位可以走 立即在最後一秒鐘走出去 那我就立即定了形神 我多謝你 今天我有的生命 以後我能夠侍奉你 都是你的恩典 我就放在記憶裡面 就算有些小事那次 在那些山 即是那些 有些植物的地方 有一條藤 有刺的 一彈 彈在我眼的旁邊 我說如果 稍微彈正我眼 眼可以瞎了 那我就 記憶 我放在記憶裡面 我就會說 是神知道會發生的事 但是神會保守 那你說神不如不要弄那條藤 不要在那裡 那你就不會知道神的恩典 這件事發生 就讓我知道真是神的大恩 神的大恩 神的保守 讓我看到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我可以是 可以是 沒有眼的 我小時候 差不多被一個 剪刀 撞到這裡 當時我不會想 感謝神 但我過後我會想 感謝神 我回想的時候 我就放在記憶 和我會告訴別人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我試過跌倒 那次跌倒是怎樣 因為地上很滑 我是想不到它這麼滑 是頭後面撞落地 我想 通常跌倒 通常地上有些阻力 阻力 你不會 頭殼撞落地 但是那次 地上很滑 是頭殼撞落地 是痛的 當時我也在想 有沒有不良後果 我就在祈禱求實施恩 過後是完全沒有事 那我就真的很感謝神 我說完全沒有事 是神的恩免 因為這件事可以可大可小 你可以 過後又麻痺 從哪裡又不能動 那你快點去驗 但當時是真的沒有任何的後果 那我就沒有去驗 那我也覺得沒有什麼 如果有什麼 應該是一定有不良的後果 但是我就說 那次可以很大件事 我聽過有些人 一級樓梯一跌落一線 馬上死了也有 就是這麼少的一件事 那所以當我經歷這些事的時候 我就說神為我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體見的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就將這個經文活生生地說出來 就是神的保護 神的供應 神為我預備的教導 都是我沒有想過的 是神為我預備的 那神在你心中 有沒有奇妙的工作 你有沒有想到一些奇妙的工作 你想到呢 你就放在記憶 就告訴別人了 所以在分享信息的時候 我們就想一下我們有沒有相關的經歷 能夠分享出來 讓這個經文更加有震撼性 那這個是希望大家 時時放在記憶 其實有些什麼在日常生活都留意 譬如我看到人的改變 我又放在記憶 那就是神這個人改變了 這個人本來是怎樣的 後來怎樣改變 我又放在記憶 神怎樣更新他 任何一個人跟我分享一件事的時候 我看到什麼呢 我聽到神背後在做事 他可能只是說 我有這樣的心 我有這樣的事奉的心 我有這樣的動力 但我一聽的時候 有時候 他沒有說到神給他動力 只是說我有這個動力 但我一聽 我就會聽到 神在背後感動他 以至他今天有這個動力 那我就會放在記憶裡面 譬如我們當中有些弟兄姐妹說 很有心去事奉主 譬如這位姐妹 他從加拿大飛過來 就為了學習幾個月 很有心 他又想爭取機會學習 這也是聖靈感動的 而是來自哪裡呢 來自他的牧師 來自他的牧師 是他介紹他看我的影片 牧師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牧師跟我溝通 其實我不知道他會看完會怎樣 他看完之後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後來他自己決定會來的 牧師都沒有想到這個後果 我亦都很感謝神 神透過這件事 是讓我能夠對這個教會有祝福 因為這個牧師都對我開放 這就好像我做一次宣教 不過這次是宋上門的宣教 是那個宋上門走來找我的 我自己就會看一個機會 我祝福人 祝福人是我祝福我 因為聖經說 一杯糧水都紀念了 何況你祝福一個教會 所以我會看神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祝福人 祝福人 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啊 真是好 你在我生命中做工 是我想都沒有想過的 眼睛未曾看見的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過的 大家會不會這樣來看生命 每一件事都是神 預先在你生命中做的工作 這樣你分享的時候 會不會有感染力 經常告訴別人 哇 真是好奇妙 神如何祝福我們 神如何加力量給我們 好了 我們說到大綱 我有一個例子 為何要大綱呢 因為如果一個人說的訊息 他一直說 好像又說東又說西 又說某個經歷 跟著說另一個經歷 但好像沒有什麼垃圾 其實我剛才說幾個經歷 有垃圾 記不記得是什麼垃圾 我們說的是什麼 我幾個經歷 我跟著說了一句什麼經文 神為我們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過 就是說到神那種特別的一點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說我一直向著方向去 如果一個人所說的話 他又拿著東又拿著西 聊天沒有所謂的 一會兒去哪裏吃飯 一會兒去哪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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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的 你聊天沒有所謂的 但是呢 當你上台說訊息的時候 一定是人期望你會說一件事 為什麼說一下 忽然間又說一下自己的兒子 一會兒說一下孫 一會兒說一下去哪裏旅行 那你想說什麼呢 那我一定有個目的 好了 這裡我用一個例子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那這裡說我們可以活出豐盛的生命 那這個是一個可能的大綱的方式 不是一定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一起讀一讀 一 敷乾生命的痛苦 第二 神有豐盛生命 他能將豐盛生命指淘我 第三 為什麼人行有豐盛生命 第四 如何可以有豐盛生命 第五 挑戰 第六 討告帶領人 主理生命 進入豐盛生命 其實呢 第六已經不是訊息裏面的了 不過是訊息之後的了 但是呢 我都會寫在這裡提醒大家 這個是我常用的一個大綱 但不是唯一的大綱 是可以補很多大綱的 不過一個頗有用的大綱 那這個大綱 有時候你想講什麼主題 你不想到什麼大綱 你可以跟這個大綱的 首先呢 就是這個活出豐盛生命 那麼相反 豐盛生命的相反是什麼 敷乾的生命 沒有力量的生命 不開心的生命 煩惱的生命 沒有目的的生命 這些都是相反 可以有很多相反 就是一個詞的相反 就是一個遲的相反 未必是考試的相反 就是高就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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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矮 但是在聖經裡面 很多遲的相反 或者日常生活 開心的相反 那你叫開心當然是煩惱 但是呢 如果在日常生活 你可以是 不開心的人可以怎樣呢 煩惱 沉悶也是 孤單也是 苦怒也是 困惑也是 就是人的相反 可以是這樣 不同的 那這裡我就說到 沒有活出豐盛生命 是怎樣的 那你也可以說不同 就是枯乾的 就是沒有力量的 整個人呢 就是好像 不知做人做什麼的 或者是沒有意義的 失去了意義的 有些人的生命是怎樣的 好像一條騰 有些人的生命是怎樣的 他要找人 拔的 他要握住人 就是他周圍的人 他一有找朋友 馬上握住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朋友 這種生命 都是一個 不是封城的生命 就是你可以說出 不同的 有問題的生命 沒有封城的生命 說出這種痛苦出來 那讓人的心裡面 有一種興趣想知道 那你可以怎樣幫到我呢 我有這樣的生命 我不開心 我煩惱 我有困難 我怎樣幫我呢 接著呢 就講到神 你留意到 這裡第二點 有兩行的 神有封聖生命 神有將封聖生命指給我們 你記不記得 神有封聖生命 屬於什麼 我們兩個字的 然後他將封聖生命指給我們 有兩個字的 這個叫做什麼 是神 法讓神 屬性講道法 有兩個字 我以前講過了 記不記得 發言神屬性 就是什麼 神的屬性 哪一個是神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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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封聖生命 即他本身的生命 就是封聖的 這個就是他的屬性 他的本性 然後他將封聖生命 他給人 他給人 那些叫做什麼 他給人 祝福人 那些叫什麼 恩典 請大家記住 一個屬性 一個有恩典 一起講 屬性 和恩典 即他本身有這個封聖生命 為什麼封聖化呢 神裡面是充滿愛 充滿聖結 充滿光明 充滿能力 充滿智慧 準時 沒有錯誤 全部都是神的特質 美感 就是神有很多方面的封聖 他裡面是很豐富的 而他能夠將那種封聖生命 給人 就是這個恩典 能夠放在記憶裡面 再講一次 一個是什麼 封聖 那兩個詞 屬性 和恩典 屬性 有本性 有恩典 有點給你 為什麼要分這兩個 當你明白 神那種本質 他多輕鬆 他是柔和謙卑的 他是輕省的 沒有重擔的 又是喜樂的 當你 譬如你世上認識一個人 你有沒有認識一個人 經常都開開心心的 經常都沒有煩惱的 經常都想幫人的 他那種性質 這樣的人 多不多見 不多見 如果你想找更加完美的 是這個世上是沒有的 即是那種本性 當我們明白神那種本質那麼好 我們就會喜歡神 然後就是他做的事 因為我們首先 有一首詩歌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 前我追求恩賜 前我追求能力 前我追求供應 但我現在追求什麼呢 是神自己 今要主自己 有一首這樣的詩歌 就是說 很多時候人要恩典 但其實神自己更加好 所以我為什麼這個 《法庸神屬性講道法》 很著重神的本質 他的本性多美好 然後他給恩典 所以我們不是只看恩典 而是看到他的本性的美好 如果我們喜歡神 你的心喜不喜歡神 很歡喜神 神真的好 當你自己 有這種 《法庸神屬性》的《查經法》 整天看《聖經》 都看到神的屬性 你就會很喜歡神 然後你經常說出神的美好 人家聽完又會被吸引 神原來如此好的 我就喜歡神了 所以我講到《封聖生命》 所以神本身有《封聖生命》 然後 他就把《封聖生命》賜給我們 然後第三 為什麼人很難有《封聖生命》 為什麼要加上這句 這個是喚醒人 就是你這樣說 神很封聖 然後我們為什麼有《封聖生命》 你就說 好吧好吧 我照著他做 不過他一家出門後 我忘記了 為什麼要被人看到 反眠 反眠是襯托正面 譬如開頭說到《封聖生命》 當人聽到 有些人的生命真的很封聖 是很無意思 很苦惱 很不開心 經常是很累 坐一會兒又說很悶 又沒有朋友 又找人 有些人也是很隨便在他的聖生活 為什麼呢 是為了有朋友 人可以在這些苦惱裡生活 當人聽到這樣 看到神的封聖 有些人就會學無 我們就想有一個對比 這裡有一個對比 就是 為什麼人這麼難有《封聖生命》 有什麼原因我們很難有《封聖生命》 因為 因為 周圍的人沒有很多時候 都會把我們屬齡的能量減低 周圍的人可能會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傷害我們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周圍的人是給我們一些負面的影響 世界給我們一些負面的影響 我們自己都會給自己負面影響 如果我們在軟弱之中 我們就會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哎呀很慘啊 沒有用啊 還有呢 我們的聖情又會犯罪 犯罪又會有內疚 這些那麼多樣的因素 還有其他因素 就是 人懶惰 人沒有目的 人會被困難困住 轉牛角尖 這些都是我們的思想模式 影響到我們 所以人很難有《封聖生命》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有《封聖生命》呢 那如果我 這邊我就會說到 首先要清垃圾 來到神面前 怎樣有神的恩典 神的生命 然後我們清理垃圾 然後呢 一路親近神的時候 神改變我們 但我們都需要刻意 因為人不只是靈的 人都需要有意志 我們選擇 我選擇 不再是做一個頹廢的人 我選擇做一個親近神的人 我選擇給神改變 這也是一個選擇 想要《封聖生命》 是否每次來到讚美神 你也有好喜樂 那你回去一定有《封聖生命》呢 未必的 你回家可能 你又面對一些困難 又忘記了敬拜 又忘記了祝福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選擇 每天選擇 每天親近神 選擇去走神的路 那你就活出這個《封聖生命》 我現在很簡單地說出 你們看到 從頭到尾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我走去其他地方 然後挑戰 你想要有《封聖生命》呢? 你想回內眾 哎呀,很慘啊 哎呀,都不知道做什麼 有時候人們會說 哎呀,太多時間 很悶啊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英文有句 Kill Time 哎呀,時間太多了 而另一種是 太忙了 太繁忙 以至很迫很大壓力 你想想能夠在 這麼多的工作裡面 依然在神裡面 有平安 有輕散 有力量 人家感染到你的恩典 這個就是 感染到神的恩典 這個就是一個封聖的生命 並且你接觸哪個 那個人就受影響的 接觸哪個 那個人就受影響的 那是不是很好呢? 那挑戰 你想不想呢? 我想問大家想不想呢? 想不想呢? 你有否發覺 自從你親近神之後 有沒有發覺 這個生命封城了? 有沒有? 有 那個程度夠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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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什麼位還沒去到呢? 你差什麼位呢? 是懶惰啊 不刻意啊 被人影響啊 太繁忙啊 忘記了神啊 是哪樣呢? 有樣都有 有樣都有 那有樣都有 你就處理了最大一項 有最大一項 一項一項處理 你每個星期進步些少 你一路會進步 你能否繼續進步呢? 不被人影響 可以嗎? 可以的 當你選擇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的 然後再討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大綱難不記得 大家一起再看看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一起說 人的反面例子 神的屬性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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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人沒有活出神的屬性 為何人沒有活出神的屬性 怎樣可以活出神的屬性 怎樣可以活出神的屬性 基本上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反面正面 就是沒有神的屬性的後果是怎樣的 然後神的屬性多美 然後神的恩典有多大 然後為何人得不到 如果有些水分 耶稣說 我的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到的更豐盛 是否每個基督徒都很喜樂平安 沒有煩惱呢 其實很多基督徒不是這樣 是沒有活出這種生命 即是為何沒有呢 然後我們怎樣去人阔出 大家留意之後 例如我挑戰大家時會講一些很指明的事情 即是一些細節有沒有被人影響 有沒有被人擊傷 就跟著犯了很久 哎呀很慘很慘 有沒有人會覺得哎呀很不開心 很煩惱困了著 或者覺得做人不知道做什麼 哎呀做來做都差不多 總是有什麼都不進步 那也是一種困惑和沒有力量 即是說說一些實際 就是當你接觸別人 知道別人的問題 以及自己內心接觸到 我也有過這些問題 我自己處理 跟著我就分享給別人聽 這樣的時候 人就更加感受到 其實是否很難呢 是否很難去分享經文 然後講出你相關的經歷 去鼓勵別人活出神的屬性 是否很難很難呢 比較像Algebra 即代數 或者是Calculus 微積分 或者是生物學 以前讀書的時候 或者是學英文 其實學這幾點 是否很難很難呢 你再看一次 沒有神屬性的生命 沒有神的屬性的生命 是怎樣 我只是講一個普遍的大綱 這是某一個大綱 第一點就是沒有這種神的屬性的生命 沒有這種神的屬性的生命 有神的屬性 有祂的恩典 有祂的恩典 不是很難記得 如果我們應用一下 試試幫一下你的記憶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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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喜樂的 是喜樂的 第一 如果喜樂的話 問題是什麼 人是什麼 沒有這個屬性就是什麼 就是人沒有喜樂是怎樣的人生 沒有喜樂的人生 你猜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都起床 哎呀好慘 好煩 哎呀又要面對那些困難 哎呀又不開心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而普通人 就算不是去到那麼慘 會不會有時候 哎呀好辛苦 煩惱 不開心 有沒有呢 有 有沒有記得小時候 還未懂得煩惱的時候 那些開心的那樣 記得嗎 記得 那些經歷很遠 是不是很遠 像小朋友那時候 小時候 真的不懂得煩惱的時候 能不能回去那個日子呢 其實可以的 你做小孩子可以的 你現在有衣有食 你又不是過死 其實你的煩惱是不用這麼背著的 但是人就是喜歡背著的 這個第一就是 沒有喜樂的人生 好了 說到喜樂 那他的屬性是甚麼 神的屬性是甚麼 神的屬性是甚麼 我剛剛的主題是甚麼 喜樂 那神的屬性在這方面是甚麼 喜樂 不是喜樂 就是喜樂 神是甚麼的神 喜樂 喜樂的神 就是天堂 你有沒有看到神一邊皺眉頭 在那邊擔心 哎呀那些教會都不服氣 都不聽話 會不會擔心 他不會 雖然很多人不聽話 他一樣是喜樂 然後跟著神可以怎樣 恩典是甚麼 祂可以將甚麼給我們 喜樂 不是 我們不是講這個主題 我們講起樂的主題應用出來 大家想到 我們現在把這個主題轉得住 我只是用這個大綱的方式 神能夠將甚麼給人 喜樂 是的 另一點就是 可以給喜樂的恩高 喜樂的恩高是甚麼 不單止你有喜樂 你為人祈禱 那些人也有喜樂 這個是我們時常見到的 即是 去到宣教的時候 見到很多人 在網上我也有些影片 說到一些人 有笑到 有些人又哭 他又感動 有些人又知罪 有些人又笑過 發覺笑聲和喊聲很像 怎樣呢 在那邊笑 哈哈哈哈 然後 啊啊啊啊啊 然後變成了 很像 看得到 神的恩典很大 將喜樂給人 接著 的三點會是甚麼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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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人沒有喜樂 你問自己為甚麼沒有喜樂 為甚麼你不能經常開心 既然有耶穌 是否經常都開心 是否從早到晚起床 這樣就是神 我有神 哈哈哈 是否起床就是這樣 為甚麼 未必 因為人多數想些甚麼 負面 負面 煩惱困難 是否 就很少想神 我們試試這個習慣 整天想神的恩典 我一起來 我就馬上說 神啊 很愛我 神要祝福的 哈哈哈哈 一起來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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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未必出聲 是在心裏面 在心裏面 為甚麼人難有喜樂 接著呢 第四點 怎樣可以 又是了 怎樣可以有喜樂的生命 又是挑戰 你願不願意 親吟神 而活出神的喜樂呢 這個大功難 反面正面 看這裏大家記不記得 讓我去上一頁 讓大家記一下 這個圖牌沒有關係 好 第一是甚麼 講神的屬性 第一點是甚麼 沒有神的屬性那種狀況 沒有神屬性的狀況 接著呢 怎樣呢 神的屬性是怎樣 和神的甚麼 恩典給我們些甚麼 接著呢 為甚麼那些人 沒有神的屬性 然後呢 怎樣可以有 怎樣可以有呢 你不要每次都說 祈禱吧 看聖經 那就有了 我們需要拆解 譬如有人有困難 你會說 祈禱吧 看聖經吧 那就解決了 我們要替他拆解 為甚麼你會不開心呢 你每天在想甚麼煩惱 有甚麼煩惱纏擾你呢 那些煩惱其實 你可不可以放手呢 耶穌可以幫到你呢 你有沒有試過幫過你呢 怎樣可以幫到你呢 你能否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在生命計劃 所以我就放下這些煩惱了 一轉身馬上感謝神 阿利路亞 這樣就充滿體諾 這樣 難不難啊 這樣 待會我給大家去思考 我希望大家看到 不如操練多一個 為甚麼呢 我希望你入了路 不要緊 學得少一點不要緊 好 我們找另一個 神很有智慧 這個主題 神很有智慧 我們有神的智慧 好了 這個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第一點是甚麼 沒有智慧的生命是怎樣的 沒有智慧的生命會怎樣的 我問一下大家 沒有智慧的生命會怎樣的 沒有智慧的人會怎樣的 蠢 蠢 蠢又會怎樣的 有甚麼後果 蠢又會被人騙 被人騙 其中一些人 他會做錯事 這就重要了 譬如有些人 他很隨便 為了 有開心 隨便找男女朋友 跟著 就懷了人 蠢不蠢 其實很蠢 因為他真的很辛苦 很難教 或者 他跟家人 其實本來結婚的時候很開心 誰不知又會這樣 結果婚姻就有問題 這個蠢不蠢 其實蠢 其實蠢可以處理 不用 其實任何人都知道 一件事 很明顯的 你問一下 你上班會不會罵老闆 會不會 不會 那你在家裡 為甚麼會罵老婆或老公 因為覺得他可以罵 你罵完沒有甚麼後果 但就是有後果 為甚麼 你罵完他的關係就不好了 這是甚麼 剛剛說完的主題是甚麼 他就是蠢 就是不懂得想 原來我傷害人 反而傷害自己 找出一些例子 人的愚蠢 罵人就是愚蠢 發脾氣是愚蠢 當有事要處理 是不是發脾氣 會快點解決 不是 發脾氣有甚麼後果 自己也不開心 對 自己也不開心 還跟人傷了關係 後果容易修補 很難修補 傷了關係 大家滅左左 是否辛苦 很辛苦 但很多人都沒有這種智慧 其實沒有智慧 都是帶來很多後果 好了 沒有智慧的人 生人是怎樣的 然後 神的屬性是甚麼 智慧 是的 智慧 正反 正反 小學有沒有學過相反詞 學過相反詞 那你說 聖反正反我 好了 神是智慧的 這方面有很多方面 為甚麼看到神的智慧 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創造有智慧 還有甚麼有智慧 還有甚麼有智慧 在你身邊做事有沒有智慧 有 有的 他在你身邊做事 改變你 是否很有智慧 一步步改變你 神的智慧在大自然 亦都在神的救恩的計劃 亦都在人的心靈之中 好了 接著那個恩典是甚麼 屬性由恩典 他能夠將甚麼 智慧 智慧 給人 真的可以有智慧 這個就是說 親近神 和學聖經的話語 真的會有智慧 還有智慧的恩高 看這個恩典有兩方面 一個就給你 接著你可以傳給下一個人的恩高 智慧的恩高是怎樣 是不是我祈禱 然後你就很有智慧 這個也會的 不過需要另一種智慧 教導的智慧 教導人等人有智慧 好了 接著下一段有甚麼 第三點 人為何沒有智慧 我想問問 為何人沒有智慧 明明是學聖經學了很多年 為何還是跟老婆老公 吵架吵架這麼緊 為何還是這麼煩惱 為何還是會這麼操控 為何人會這樣 靠自己 靠自己 人們因為靠自己厲害 其實靠自己是不是好 其實是越多問題 那你又不靠自己靠誰 人覺得就是靠自己 普通人就是這樣 因為你從小到大 讀書要靠自己 上班要靠自己 所以有一個觀念 我做人要靠自己 我不靠人 誰幫我 但當我們認識神 當然我都努力 但我一定要依靠神 但我都努力 我們努力做好自己 就是因為人靠自己 所以他就用人的方法 譬如很多父母 他為了要兒子乖 女兒乖 然後他就餓他 你快去讀書 你不要玩機 有些父母 其實兒女成績不錯 但他說 他還可以100分 他現在只有90分 所以我要努力到他100分 但他是不是努力到他 他會變100分 他越努力 他越反抗 所以這是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就不好了 好了 還有什麼原因 為何人會自慰 其實有很多原因 大家可以隨意說一些 倫賴自己 覺得自己聰明 對 倫賴自己 這個跟那個差不多意思 被人影響 被人影響 因為周圍的人說 你這樣罵一下老公就可以了 罵他就聽你說的 他聽到這些說話 或者看電視 電視都是這樣 他都是這樣罵他老公 老公就馬上 聽到你說 其實是外表而已 裡面都有反抗 其實還有很多原因 一個很大的原因 人是近視 他看東西 我這陣 我吵架 我就會立即得勝 他沒有看到長遠 沒有看到背後 也沒有用神的角度去看 OK 為何沒有 第四點是什麼 愚河 愚河 有什麼 愚河 有自衛 大家 可能大家 你說死了 我已經沒有讀書這麼多年了 你現在忽然要考過四樣東西 很難記的 四樣東西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越不用腦 你的腦就越不記得東西了 你越用腦就越敏銳的 所以希望大家 你想不想老人之外 不想 那你就學習操練了 那一次四樣東西 記不記得 第一點 第一點 沒有智慧的生活是怎樣 然後 神是智慧和祂 次智慧和祂會 給什麼 除了給智慧 智慧的因高 給人 第三點 為何人沒有智慧 第四點 怎樣可以有智慧 怎樣有智慧 你可以說很多都可以 看一下智慧的人 如何 在聖經裡看到神的智慧 看到神的智慧 看到神的智慧 每一次神教我們 我們就學一些智慧 神教我們怎樣 原來謙卑是智慧的 有些人以為謙卑就是被欺負 有些人跟我說 牧師 你這麼善良 一定會被人欺負 哇 你不要以為我 林姐姐 我會被人欺負 不是的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他人想欺負我 我看通他 不過我不出聲 我看通他 又我想一下 什麼方法去處理他 但我不會出聲 他不知道我看通了他 這才是智慧 我分辨到這個人是怎樣 然後我這個人 我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有些人跟他爭竟沒有用 我不會跟他爭竟 他覺得他爭竟贏 但我根本沒有出聲 我跟他說 因為我分辨到他是這樣 所以 外面好像 很牽和 不代表我們是輸給別人的 這就是神的智慧 其實這些都是神要教我們的 暫時我們跳過這個 但這個exercise 大家記不記得 這四點 再說一次 說到屬性 第一點是說什麼 沒有智慧的生命 沒有智慧的生命 是怎樣的 跟著呢 有 神是智慧的 和他可以 給智慧給人 和給什麼給人 智慧的恩膏 智慧的恩膏 就是你可以傳遞的 可以教人或祈禱 幫助人有智慧 跟著第三點呢 為何人沒有智慧 為何人沒有智慧 好好的 你現在多些記得 那就是主 第四點呢 如何有智慧 然後呢 跟著呢 下面都有講挑戰 和帶他們去祈禱 當然在過程中 我們一定是講聖經的 我只是講這個大綱 好 記不記得這個經文 上節我們看過的 有幾個在這裏 上節舉手 有幾個在這裏 舉高 舉高 我們一起讀一下 高林多禅書二章九節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們上一次已經思想 那個神背後的屬性 不過我現在給大家去想一想 這個背後神的屬性 有什麼屬性呢 這個經文所說 就是神為愛他的人 預備的東西 預備的可以很多 我都解釋一些出來 幫助大家去想 希望大家 在過程中 可以看到神背後的那種恩典 即是他預備的 可以是你生命的道路 他為你的供應 他給你的恩賜 給你的能力 給你的幫助你的人 他所有為你預備 一切 包括你的配偶 當然你不聽話 你娶了一個 或者嫁了一個 不信的 這個是你自己 自負刑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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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甚麼呢 你的婚姻不好 你自己是負的 你自己要負責這個虧損 但你跟神的路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即是神為我們預備 就算你和一個不信的結婚 神都可以給你力量 因典你在婚姻上得勝 不過很多人就沒有了 因為他為甚麼 他發猛症發怒 他隨便以為他是智慧 但其實他破壞他的婚姻 破壞他的生命 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但其實神的預備很好 我們怎樣去提升到最高 神為我們預備 而預備的是 就是眼睛沒有看過 其實在我生命 我真的看到很特別 神給我供應 神給我學習的機會 是很奇妙的 就是在我這麼貧窮的家裡出生 但是神給我這麼多機會學習 是神很大的恩怜 這都是神一早預備定的 神都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現在不是太遲 現在不是太遲 是眼睛被人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神如果能夠給我們這麼多東西 即是代表神的屬性有什麼呢 大家可以隨便說出來 有幾樣出來 有什麼屬性在背後 神的愛 神的愛 神的計劃 神本身是有計劃的神 神本身是一個有計劃的神 這就是屬性 神為我們預備計劃 這是恩怜 大家再聽一遍 你有沒有認識 有些人沒有計劃的 有的 即他本身沒有計劃的質素 有的有認識 你叫他計劃的東西容易嗎 拜託你預備明天我們去旅行 你預備那些食物 你跟他說預備食物 他可能會脫你底 他沒有計劃 或者他預備了一些 譬如你十個人 他預備了五個人的食物 或者十個人 他預備了三十個人的食物 即是他沒有好的計劃 神的本質 他會計劃 即是他本質是什麼 他是一個有計劃的神 神做這個世界有沒有計劃 你就看自然界的計劃 很奇妙的計劃 你每一天看到太陽 行星怎樣環繞 有計劃 這個生物的平衡 是不是有計劃 我們身體構造有沒有計劃 全部都是很奇妙的計劃 我們生命有沒有 在生命中有沒有做一些奇妙的事 都是計劃 好了 神的屬性是有計劃的 然後他的恩典是什麼 在這裏和這裏有關的 我們講的經文要和這裏有關 愛 愛就很籠統 因為愛包括千羅萬有 很多東西 你要講哪一樣的愛在這裏 根據這個經文 這個重點就是要根據這個經文 他有計劃去預備 這個就是要拿到那個重點字 他的計劃來預備 譬如說 父母會不會預備 兒女去讀書 現在很緊張 為了預備他讀幼稚園 他要怎樣呢 可能要找補習老師 教他怎樣去面試 怎樣去面試 怎樣寫定一個portfolio 寫定一個portfolio 寫定一個portfolio 中文語叫做什麼 他畫過什麼公仔 他做過什麼project 上過什麼課 整份東西 交給他 這個學生還沒上幼稚園 幼稚園本來就是幫他 英文就是讓他開始進入學校生活 和人群體生活 但他原來未去之前 你已經可以要讀了 幼稚園才能夠做到這個portfolio 就是要求很高 但如果父母要面對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要計劃好 神就為我們預備好了 你想都沒想到 他整個portfolio很漂亮 很好 這個就是他的計劃方面 還有一些什麼 背後神的屬性 為什麼我們要去發掘呢 當你知道神很有計劃的能力 他在你心中有計劃到 你想都沒想過 會令到你有什麼感覺 可以令到你有什麼感覺 驚奇 這麼好的 還有呢 震撼 對於生命會有什麼看法 原來神一早為我預備 那條生命的路 是我想都沒想到 如果我聽他說可以 我愛他就可以了 我愛他 他就為我預備這個 那是否會覺得 人生是否會有意義 這個就是活出神 那種生命的方法 就是發掘到神的屬性 於是你的心就會覺得 哇 有個這樣的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真的開心到不得了 真的滿足到不得了 不用擔心的 總有出路 我都會跟你說 總有出路 神每一步會醫治你 神每一步會祝福你 神每一步會提升我們每一個 神已經為你預備了一條好的路 只要你愛他 你就走不出這條路 那是否難不難 愛他不是很難 只要你真心說神 你是最好的人 我真的願意愛你 我真的願意放下自己 我真的願意將你放在第一位 我真的愛你 你幫我 幫我更加是體重你 幫我更加多親近你 幫我更加聽你的話 是否很難很難 其實不是難得很重要 你只要你願意便可以 但這裡更看到一個計劃 其中一個它的屬性 還有什麼屬性 它預備的是什麼 例如 好東西 它預備好東西 即是它的質素是什麼 是好的 即它的質素是 我們要想完美 但是你要跟這個有關的 即是它表達出這件事 就是它是一個慷慨的神 即它給你東西是好東西 它是預備好東西的神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即它預備的是出乎意料 但是你說出這個質素 就是它會給一些好東西給人 因為它是預備的 是你眼睛沒有看過的 是預備一些好東西給你 所以當你想到 當你明白神的質素 它是有一種慷慨的心 這是它的質素 然後它的恩典是什麼 它就會給好東西給你 它就預備的 是你眼睛有沒有看過這麼好的東西 當你知道神是經常想給好東西給你 有好東西等著你拿 你會怎樣的心態 很開心 很開心 你是不是每天都是這樣的心態 每天都拿 你是不是每天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希望大家 在我心中 雖然我已經一把年紀了 很年輕而已 是啊 那個樣子 不是啊 還要說七十才可以錢 是啊 OK 總之呢 在我這個年紀 有很多人已經退休了 天天都在睡覺 去逛一下山 玩一下 但是我覺得 神是為我預備的 將來比之前更大 我很深信 祂為我預備的 是更大 讓我祝福更多人 發揮我的生命更多 如果我在這個年紀 我應該大過你們 是不是 這裡有沒有人大過我 應該沒有了 這個應該沒有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更有潛質 現在你可以有了 葉牧師的教導 我的教導全部送給你的 沒有收錢 沒有版權 是給你用的 感謝主 感謝主 那你會不會說 我前面可以去得更好 神是想我去得更好 祂是預備定給我更好 祂是一個預備的神 神要給你好 感謝神 總之呢 就是當你看神的屬性的時候 這個經文裡面 你看到神有計劃 我先說第一點 神有計劃 神是 祂本身是豐富的 又慷慨的 祂就願意給我們好東西 我們 其實我們從這個經文 也看到其他東西 還有什麼質素 其實這些你可以一直想像 神其中的質素 就是祂有創作力 創作力的人 才會想到 你眼睛都沒有看過的東西 沒有想過的東西 祂能夠有創作力 神的創作力 我越看野外的生物 我就越覺得神創作 真的什麼顏色都有配搭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還有呢 神造的動物會飛 各種不同的方法 蝴蝶呢 蝴蝶都有不同的飛法 飛的方法 有些它就會是 就是最多蝴蝶就是這樣的 就是又高又低又這樣 但是有些就會是滑牆的 其實每一種蝴蝶都有它的美麗 有些蝴蝶就飛得很快 有些就飛得很慢很慢 其實你看到神創作者 飛的方法 我看到鳥 我看到鳥捐入那些樹蟲 是完全沒有撞那些樹枝的 不會跌到地下 飛得又在那些樹枝的中間 這也是神那種的 他那種的智慧 那種創作力 能夠創作這麽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神在我生命中 有奇面的創作力 這就是看到神的屬性 好了 我們接著講大綱 剛才我們講的大綱 我們都看經文 我們看我最主要想說什麽 最主要想說什麽 因為這個經文有說不同的東西 但最主要說 就是當人愛神的時候 他就會得到神很豐富的預備 這個最主要就是神的豐富的預備 好了 我想問大家 第一點 那個大綱 可以說什麽呢 預備 整篇都是講福貝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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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第一點是什麽 記得嗎 聖先說四點嗎 第一點是什麽 沒有神的屬性的生命是什麽 那這又是沒有什麽 沒有預備的人生 那裏有沒有開 那裏有沒有開 應該有開 看看有沒有開 應該開後面 沒有開前 OK 好 就是說 沒有預備 或者иг套像不信神預備的人生是什麽 他會很害怕 很擔心 很多紀徒圖都會是 他不深信神會祝福祂 所以會很害怕 神的屬性是什麽 神的屬性是什麽 他很豐盛,慷慨,很想祝福人,很想有很多恩典给我们 而他真的会给我们,而他给我们的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第三点,为什么我们拿不到? 为什么人拿不到? 为什么人没有信心? 为什么人不肯去爱神,走在神的路上? 然后第四点是什么? 怎样可以拿到这些丰盛恩典? 这就是一个大纲,但其实大纲可以有不同 这就是恩典,这是我自己写的,上次没有看过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里我写了属性,恩典,行动也是属于恩典 就是他这个行动做出来,一起读一读 神是超乎地,我主动地慷慨 就是他超乎,超乎常人的,还有很主动地慷慨 这是他属性,他是一个慷慨的神 第二点,神的创意创造人不能想象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神的创意就是他的属性 然后他创造人想象不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恩典 然后第四点,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不能想象的 就是神为他爱的人预备的就是人想象不到的人 然后第四点,神纪念人对他的爱 就是当人爱神的时候,神就会记得了 神就会记得,然后会祝福他 然后下一行,神必厚厚地赏赐爱他的人 就是他的行动,他会有什么行动 下一点,神为爱他不够的人预备,予预备,予预备 这句意思是这样的,有些人爱他不是很多的 但神依然是为他预备的,即是不要爱到一百分 爱他不够,神也为他预备 当然你越爱他,你越能够得到神的一年 但就算你爱他不够,他也是计划去祝福的 下一行,不爱主,这人可助可就 这个就是律法,或者是警告 如果不行,开回前面 就是当一个人爱主的时候,他是可助可就 他是可以得到,那个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 其实很相反,分别可能很小的 就是我真心体用神,于是我就爱他了 于是我就爱他的时候,神就将很多恩典给我们 下面那道,不觉得爱主 人觉得爱主没有用,不能相信神的祝福 这个就是说到不好的方面 这是一个简略的大纲,一个简略的大纲 让大家看到如何写大纲 隐言一起读 人会担心神不关心自己,不信神的预备 这个就是人那种对神,觉得 哎,神都不为我预备,我都是没用的了 我都是做不到事的了 不行的了,我身体又不行的了 我什么都不行的了,我会很担心 接着第一点,从神创造看到神的创意 神一起读 神最大的创意,是他如何祝福爱他的人 将来到天堂,神原来预备了这么多恩典给我们 不过有些人没有拿,有些人有拿 我自己数回来,我真的觉得神给我很多恩典 就算小时候我学吹口琴 是恩典来的,就是我看到我爸爸吹口琴 神又给我动力,那时候我未信耶稣 神已经给我动力了 开这个能力了,开不了 他有,有就行了 有就行了 原来这也是神的恩典 我吹口琴就让我能够听到 Sofar Name Dore Mi So So La So Murito 我听到我就知道了 我大过学琴的时候,我不是正式学琴 我玩了一个琴是单音弹的 我因为懂得这个,所以我知道什么歌 我就立刻懂得弹 神一早预备我能够懂得出个琴 接着我就听到单音,我懂得知道什么音 接着有个人告诉我,有个琴 一手指按就可以拿一个音 接着左手按就可以拿一个chord 我就是这样开始弹 然后后来,神又为我预备不同的老师 神给我动力了,这也是神在我心中的工作 就是这件事我看到神的预备 就是这些都是神很奇妙的工作 就是祂的创意 最大的创意 是祂如何祝福你 对不对? 你跟教授有说,神的创意就是祂如何祝福你 神的创意就是祂如何祝福你 就是祂已经有个计划,祂要如何祝福你 那这个创意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神很奇妙的创意 就是如何很有创意地去改变你的生命 祝福你 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 有没有? 你有吗?你出声吗? 有啊 我看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想象就想大一点 想象就想大一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的 你有看到你就说 神原来已经预备了这么多 将来还这么多 譬如像你这样 神不是你的牧师预备 就看到我的影片 接着就会鼓励你 而祂初期没有想着回来 但有另一个人 他又回到香港 之后又见到我 就鼓励一下他 接着他就决意买个机票回来 这个也是神的过程中 而且祂的家人还在香港 所以祂回来香港有得住 这也是神的供应 如果回来香港没得住 回来几个月是很困难的 很多钱 这也是神的一组的预备 好 接着下一点 第二点 神为爱他人预备的 超乎想象何人的难的 第一点说到神的属性 就是祂的创造 在自然界的创意 祂的如何祝福人 然后神的恩典 就是祂为爱他人预备 是超乎人所能的想象 第三点 我们学习 一同学 我们学习欣赏神的创意 和超越的能力 这里我加上这一点 有时候我们的大功可以改变 就是说神今有创意 神创造今有创意 神在我生命做的事 这么创意 所以我就会欣赏了 欣赏就是说 哇 神原来这么好的 又会感激了 接着第四点 如何可以得到 人想象不到的恩典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你将来神为你预备的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好了 这是一个简略的大纲 然后我在里面再写详细一些 在下面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看看 如何去写一个简略的大纲 然后再写详细一些 好 隐言 和赵佳仙的隐言是一样的 就是说人们不会担心 人们不会相信 神为我们认为那么好 接着第一点 从神的创造 这里我就没有再发挥了 这里没有写出来 因为我不想太长 这些大家可以形容 如何神创造 看到他的创意 以及神创意如何祝福人 然后呢 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 超乎人的想象 超乎人的能力 我就在这里写了一些 可以说的地方 一起读一下 神预备了什么呢 更新我们的方法 能力 帮助者 供应 侍奉的机会 胖张的影域 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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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什么呢 祂如何救你 又如何提升你的生命 当你想想你以往未信主的时候 以及你如何信主 如何令你爱主 如何神一步步改变你 如何进入侍奉里面 这个就是更新我们的方法 然后呢 就是祂的能力 即是祂的能力 即是祂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如何展现出来 以及祂安排一些帮助者 即是安排一些帮助者 在我们周围如何帮助我们 又供应我们的需要 又给我们侍奉的机会 又扩张我们的领域 即是如何一步步提升我们 以及给我们恩赐和赏 这些虽然我这么说过 但其实当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么多 譬如像我现在这样 神为我预备一个国家可以去得 神都是扩张我的领域 并且给我们看到 我的目标是要建立 愿意服侍的人 建立传道人 那是神扩张我的领域 神都可以扩张你的领域 你可以影响人 你现在影响一个 其实呢 你能够影响一个人 你将来就会影响一群 你影响一群 将来你可以影响领袖 你不要以为你不能够影响领袖 其实呢 我可以告诉你 有很多领袖学的东西比你少 你学的已经很多了 你只要肯善用出来 你就可以帮到其他人了 这个就是 其实你受的训练 多过很多传道人 有些国家的传道人 是受很少训练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 其实你肯活出来 你的信心 你会说 哎呀不行的 我还是学得半桶水 那你就快点回去 学够一桶水 你有半桶水 我回去粗练 找一些经文写 写完给我 我会提议你 怎样写得更加好 然后跟着讲出来 等一下我们就给大家讲了 第三 我们学习欣赏神的创意和超越能力 有些我没有将他扩大 但如何都可以扩大 一起读一下如何 第一 相信神的创意、爱心、能力 神肯想将人的心未曾想到的似乎我 就是相信他的创意、爱心、能力给到我的 第二 欣赏神的美善 所以就兴奋地感激神 这也是很重要的 基督徒可以兴奋、开心的 越兴奋、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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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信尔耶稣也是差不多 我记得有一个教友跟我说 他说 现在我都没有什么兴奋 恩信称义 听了很多 都差不多 没什么兴奋 失了兴奋 人可以没有感激神 其实是很大的恩典 但因为他用一个学习的角度 不能学完 所以没有兴奋 但你用一个角度看 如果神到时审判 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然后神如果是要看行为的 好 你做了几样东西 你做得够不够分 你不够分 你不能有天堂 如果神是这样的时候 怕得不得了 但是神说 是恩典 当你悔改上耶稣 我就赦免你的罪 你进来 是不是很开心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本来我们应该落地用 但是神说 你虽然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是神的赦罪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恩典的大力 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 神为我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的 所以希望大家想一些 在你生命中很奇妙的工作 你就感激神 这样你整个生命就兴奋了 接着是下一点 第三 处理任何阻力 不信不欣赏神 懒惰难以爱神 就是有什么阻力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信 为什么不能够进入神的恩典 为什么不能够爱神 接着是第四条 一起读 单纯又全心地爱神 招过一切和侍奉神 神就将意想不到的恩典至极 这里讲到四样东西 其实不是很难的 第一我们先相信 信神是很有创意 还有很多好事给我们 又欣赏祂了 欣赏祂有这么多好事给我们 有什么阻力处理了 然后我们单纯地去遵从祂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的一些方法 就是什么方法 你暂时想不到那么多 不要紧要的 你想到一点就可以了 你开始想到一点 你就开始写出来 要写更好的 写更好的 如果你想预备讲信息 你不写 你随意到时想 你讲出来是很难的 除非你已经讲了几十年 像我这样 我讲了几十年 我能够很快 因为我已经 脑里面转得很快 已经习惯了 也有很多的记忆 很多的经历 但是初学一定要写 你写才能够再思考 然后你发挥 然后你的脑就更活跃 更加能够专转 大家看的时候 是否觉得很难 不难 不是很难 非常好 真的不是很难 但是当你有条理说出来 而又充满好的 震撼的力量 你就可以真的 可以大大给神使用 首先我们一起祈祷 结束 然后做什么呢 两个讨论 一会儿出来 就用这个主题 你不用跟随我的 你不用全部讲了 你讲了一点就可以了 讲了一点这个经文 又讲了一点 神如何在你生命中 做一些奇妙的事 然后你如何处理你的生命 可以更加进入 这个神的 为你预备的丰盛的恩典 就是用这个经文激励人 一点是激励 那激励的内容大约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 以前自己不知道 原来神预备了这么多东西 常常看这些困难 觉得很难 很难做好的基督徒 很难有力量 很难发挥 但是当我看这个经文 原来明白的时候 原来这么好 还有想起 原来我生命 有这么多东西 神是一早为我预备 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我想都没想过 神已经做了 不过我 神做了 我又不记得了 我没有留意 现在我留意 原来神做了这么多好东西 当我想到神做了这么多好东西 他将来都会做这么多好东西 我越爱神就越多好东西 而爱神很简单 只是我放下字 我听耶稣话 我就去亲近神 去看圣经 去祝福人 整天告诉人 神的美好 那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你真心想做就可以了 所以耶稣说很简单 耶稣说 你要给一顿东西 神才不能不得上次 他说 你要给一顿的礼物 才不能不得上次 不是 他说什么 一杯凉水 一杯凉水 小小 你肯做 即是你真心去做 就可以了 你真心去做 那是否很难 你真心爱神 神是我的生命 我愿意爱祂 看重祂 是否很难 其实不难 当你深信神是最多恩典的 那你的心就会有信心 希望大家看到 原来不是那么难 我想大家说 不要想这么多 很复杂 就这么简单 好像我姐师兄那样说 想回以前 如何不懂得感激神 然后现在明白 神原来有这么多恩典 然后就说出某一点 神如何在心灵中做功 这样出来分享 其实基本上 每个都可以出来 帮我们一起祈祷 求神给我们力量 一起站起身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主要多谢你 因为原来你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这么美好的恩典 是我们想象力 都想象不到的 是你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 你又慷慨 你又有丰盛的恩典 而你很乐意祝福我们的 神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神 而我们爱你 可以就是一个很小的行动 当我们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你都一定欣赏我们 你就会祝福 何况我们更加愿意去帮人 去为人祷告 去关心人的时候 神一定纪念的 主要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可以宣讲你的话语 可以宣讲神你的作为 让人看到神的恩典 于是人就被感动去跟从神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